但是布林肯另外一头警告一下伊朗 伊朗很重要 美国的海军协会也说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 不再到这个东地中海的福特号 它是往中东地区嘛 那继续向这个中东增派部队跟装备 直接告诉你这就是针对伊朗 没有别的悬念就是伊朗 韩兵怎么看 我先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以色列故意公布那个说 哈马斯海有50万公升燃料 我觉得这根本是骗人的 因为你如果都知道 人家燃料炒在那边你还不炸 你怎么会留在那边 所以这根本是骗人的东西 我才不相信 所以这个根本就是 罗子上有谬误 对啊 故意做宣传战而已 他丑坏啊 对啊 那他就是要制造 加萨走廊内部自己的矛盾 目的就是这样 这也无可厚非很正常 这个战术的手段 那至于说古特雷斯讲的东西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看 古特雷斯讲什么 他根本就没有站在 哈马斯的立场讲话 他其实是说 加萨走廊这个地方遭受了 过去46年遭受的自习 自习式战领 他没讲错啊 你以色列2015年才撤出来啊 才几年而已 你们过去一直把这个地方 揉令成什么样子 而且他也并没有这样去责怪以色列啊 他讲的是什么 他说即使如此 哈马斯的攻击 还是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 他还是认为这个是需要谴责 这不能够当做哈马斯袭击的理由 所以人家讲话哪有在偏哈马斯 但这样以色列就受不了了 我觉得以色列是故意的 因为以色列现在不能够容忍任何一个质疑他们的声音 因为他知道如果你一旦让联合国秘书长开始质疑他的时候 以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国际压力就越来越大 他就受不了 马克宏今天跑去 也在纳台亚湖面前也讲了一些 对啊 那个纳台亚湖也不是很高兴 我讲实在话 所以其实这个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嘛 因为大家都亲眼看到 以色列的报复已经过度了嘛 已经跟你自己遭受的损失已经不成比例了嘛 你看加勒总装目前统计出来就已经死了7000多人了 没有统计还不知道多少 那个已经受伤的人更不知道多少 所以那已经远远超过以色列所遭受的损失嘛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跟其他国家所主张的是合理的嘛 就是你至少先停火 那美国其实也遭受到这种国际压力 所以他一方面也讲说 我们是人道主义暂时停火 但他为什么要特别去解释 对特别强调 很简单 那就跟以色列爸爸解释 告诉以色列我们没有真的真正停火 只是暂时人道主义一下 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处境最尴尬 然后美国为什么一下子就突然讲说 你伊朗不要动哦 伊朗或你的随附组织或你资助的组织 你的代理员一旦动的话 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那在干什么你知道 那在帮自己找理由 因为他现在是一头完全站在以色列这边 他必须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声让 所以美国现在突然一直不断地在告诉你 伊朗的代理员沉沉欲动 攻击我们的基地 要造成我们的伤亡什么东西 其实他在帮自己的处境 像国际讲说我们遭受攻击 所以我们在这边是对的 我没有完全帮以色列 这一切都是伊朗搞出来 可是你认为伊朗这个时候 会主动对以色列攻击 我根本不认为会 伊朗也知道自己的实力在什么地方 他如果 因为伊朗跟以色列又不是直接接 他跟他隔了好几个国家 他要攻击他 他如果用导弹去打以色列 以色列导弹比他厉害多了 美国的导弹就根本不用讲了 所以伊朗等于是要处在挨打的境地 所以伊朗我觉得甚至现在 暗中去协助人去搞破坏 我觉得伊朗都不会做 我甚至认为都不会做 那美国基地有没有遭受一些攻击 有 但那些都是一看就知道很零星的 是某一些人就是热血上头 自己气不过冲去打 因为有主制式的攻击 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美国现在只是故意帮自己 在找借口说我们也遭受攻击 都是伊朗害的 实际上我觉得大家都处在彼此宣传 然后彼此把责任推给对方的一个地步 对这个我不打算花太多时间 寒冰简单讲一下 因为这是后续嘛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船 这不是碰瓷大陆的这个船舰吗 10月22号早上6点到8点之间 两次碰瓷 那就是事后传出来的消息 你知道碰瓷的过程当中 他们还带了记者 每次就都带记者拍 你知道有个千军依法的场景 来我们把这个记者的画面PO出来 一个漂亮的菲律宾女记者 有没有 上一秒还很高兴 有没有在自拍告诉大家 到这边打卡 下一秒就是这样 你知道这个撞一下 远远的看不怎么样 可是人在上面 听说他差点掉到海里面 掉到海里面眼睛一插撞 他整个大概就被夹死 这个基本上不尽责 其实本来设定应该是他要掉到海里面 因为掉到海里面效果才大 你晃一下这个效果怎么够 所以他抓的太紧了吗 对所以他我觉得这个要回去检讨 因为你想想看他为什么要带记者 我们当时就讲了 就是那一艘船往前冲 实际上后面一定有别人在看 这是美国人在看 然后这些媒体记者在看 他们要的就是要一个爆发性的效果 对啊那结果你这个效果没有做出来 没做足所以任务失败 下次再来一次 好任务没有达标 他没有搞懂自己的任务 不过真的是千军一返 大家想想看任何的这个擦撞 都会有可能会伤亡 所以笑的这么开心 下一秒可能悲剧就发生了 另外还有个以色列军方说 10月22号摧毁一个这个巴勒斯坦的 火箭发射场 那用的是一种 第一次用在战场上的新武器 它叫做这个Ironstein 铁刺 它有这个激光制导 有全球定位制导 然后呢另一头也对这个 叙利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 当然这个美国是有名名 回租两套铁琼防御系统给以色列 那到此刻为止哈马斯还是可以打他 火箭弹还是可以落下 所以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之前 已经第一级很惨 但是现在遭到第二级好像 好像也不是全部防得住室吗 还有一个讯息我同步请教一下 这个立将军 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加萨地区 现在是各种物资都没有 没水没电没网路 然后也没有燃料 所以联合国就帮着加萨讲话 医院呢对不对 之前大家看到这个新闻中 有很多让你揪心揪肺的讯息 比方说很多新生儿 在保温箱里面 没有电的话 眼睁睁就是死亡 现在有这个几百个新生儿在里面 燃料要耗尽了 急需燃料 但是以色列说什么呢 公布了这个照片给你看 说这些呢 都是哈马斯所长有 至少有五十万公升的柴油燃料 所以去问问哈马斯 你们可不可以分一点呢 那紧接着我就来看这个讯息 就觉得不单纯 因为美国派了一个 据说是巷战王 很懂得巷战的这个专家 进到了以色列 去给以色列一些建议 因为接下来打地面战 但是这个专家告诉以色列 你现在先不要赶快进去 先不要进去加萨 因为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地道战 这个巷战 可能会让以色列损失惨重 所以哈马斯 因为哈马斯在发动第一集的时候 早就知道结局了 结局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死我亡 但感觉上加萨就是哈马斯 他们也有个愿望 就是要阻断这个以色列 跟这个沙特的正常化 现在眼看着目的达到 接下来也认为恐怕自己绝无生路 所以是不是 这是我们对这个想法 利将军 会不会就是在加萨的地道战当中 等待着你进来 给你最后致命的一击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一样一样讲 以色列它这个铁赤是怎么回事 其实也还好 我觉得并没有说 像我们现在报章形容说 这么科幻的武器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破极炮炮战 腰朗洞口径的破炮炮战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现在来讲 然后空军他们丢的那种 小直径炸弹 它也是一颗炸弹 但是它有一点小翅膀 它可以卫星定位跟导航 所以打得很准 它就是丢一颗炸弹下来 但是可以做一点距离的修正 或角度方位的修正 因为它有点小翅膀 但大方向是没有办法的 那破极炮类似这种道理 它只是打到空中 破极炮是驱射武器 它是打到天上 然后再这样掉下来 那射齐距离就5500公尺 这个我还背得很熟 六千 六千 对不对 一两栋 对不对 八一是三千三 我记得大概是 这种射齐的距离 它打到空中 因为它有一点小翅膀 利用这种卫星制造 所以它可以打得很精准 但是你说精准到说 一点都不偏差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破极炮本来就是一个面的武器 你都没有这些东西 其实以现在的科技讲一下 打得也蛮准的 我们做一两栋炮的破炮的四射来讲的话 打得很准 唯一一个打不准的就是前两天 大幅兵工场打那个一两栋炮 打到渔船 那真的很丢脸 那可能方位角度都没有算对 那第二个我讲说 我特别说美国要回租两套铁穹防御系统给以色列 这就代表美国的一个捉襟见肘 这两套铁穹系统是美国跟以色列买了 买了后部署在哪里呢 部署在关岛 它为什么要部署在关岛 一个关岛 一个珍珠港 它为什么要部署这两套 因为它已经发现中国的各种各型导弹 对它已经关岛形成威胁 所以它在关岛这个地方 除了铁穹 那是小区域的防空 那大的区域防空 它在萨德 这爱国者它部署在那边 以前都没有 它现在部署这套东西在那个地方 它跟以色列买了铁穹 部署在珍珠港跟关岛这两个地方 那现在因为以色列战况紧急 自己来不及生产这个铁穹系统 那特拉5F又一天到晚被火箭弹攻击 所以美国把这两套还给他们 拆过来 对拆过来还给他们 这两套是跟以色列买的装过去 现在因为这种很急的紧急状况之下 他又把这两套拆掉以后 装回去给以色列 所以我们从这个动作里面 就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美国事实上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说这种弹药啊 或各方面都充足都充裕 那之所以说是燃料问题 我跟你讲 现在加拿大地区老百姓 他会引起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都 已经是人造的问题了 你知道每天 每天不是几百个婴儿在保温箱里面 每天光生产那边 加拿大手槽那边 父女生产的父女 我有看到 1600人 对那很可怕 那另外准备要生产的是 几万人在那边准备要生产 你生产一定要有医院 即将临盆的孕妇 找不到地方可以生孩子 对 你医院里面照顾这些婴儿 或这些手术或干什么 你就必须要有燃料 但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以色列跟哈马斯 都有一个最终目的 以色列当然就是希望 一次解决整个加萨的问题 那对哈马斯来讲呢 他就是要永久要切断 让这个仇恨更大嘛 不让沙特跟以色列 这个关系正常化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平民百姓就是像除狗一样 不被放在眼里 所以就算他有燃料 就算哈马斯自己人 也许他也不愿意拿出来 因为这些这些 都是要在巷战当中 也许最后给以色列致命的一击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这个顾文也叫他们 先不要进去 大家都不敢小看 这个巷战跟地道 已经进去了 最后的一个 刚开始它只是一个测试 已经死了 以色列已经有几个伤亡了 他进去一下就一个军官阵亡 你说就是他第一阶段的测试嘛 所以会不会最后的 最后的致命的一击在里面 他只是测试 我们军方那个叫什么 叫做火力搜索 就是用兵力我进去搜索一下 看你刺探一下你的虚实怎么样 我用那种短时间一进去 我马上抽出来 但这么一个动作 他马上就伤亡了一个军官 所以接下来呢 这个帅将军利将军都说这个 巷战是很难打 这个地道真的是很难打 所以你觉得呢 最后会致命的一击藏在里面吗 我觉得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美军 不是你以色列一直空炸空炸 楼房倒塌下来以后 实际上对你巷战变成一种障碍 就是你的战车进去里面 你反而是障碍 你要用先推主机 把那些瓦力什么推开来 你战车才能够前进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你说在楼房 我还容易攻击你 他躲在瓦力里面 他那个狙击手 躲在瓦力里面 你更难去对他做这种 摧毁的动作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一次来讲 美军我研判 以色列已经叫染了两个礼拜了 说要进地面作战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研判 我觉得他不敢进去 因为以色列军人的生命 比其他人的生命都还可贵 为什么 因为他人就这么多 他死一个就少一个 虽然说他很团结 没错 可是问题是说 他后备军人就算36万 他死一个就少一个 他没有后续的兵源补充的 另外他还面临了北边的 尼巴伦争路上 虽然说那些国家 他目前战役都比他小 但那些都不怕死而已 那些恐怖组织 他有生 你说现在来讲的话 加踏走廊 这些老百姓 他遭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伤亡 那心里的仇恨 你看他有多生 全家都死亡 而且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才叫做歼灭全部的哈马斯 你很难歼灭全部哈马斯 对 哈马斯全部歼灭完了 也很难分辨 对不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那么大家看看 跟你比较好 点赞 快点满 你的脑袋